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泛的企业所的税减少 是为了推动小型企业发展 并且有助于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然后还包括姗姗来迟的最终的现代化 美国向属地征税制度转变 而被现在这个使我国好几年来都缺乏竞争力的全球征税制度 我认为将这些目的结合起来看 如果这次的税改能够实施 尽管它仍然将会有很大的变化 我觉得我们会在年底达成一个税法 总的来说 这会导致经济活动的兴旺 2018年和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 甚至会在某些季度上升5%以上 虽然可能会回落 但整体上这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改革 现在美国的GDP水平是怎么样的呢 现在基本上两个季度都大约是3% 在过去的十年里 我们的GDP增长率连2%都不到 这是糟糕的税收政策 糟糕的管理政策 坦率地说 还有美国企业认为奥巴马政府 在与企业作战所造成的 他们的确如此 他们甚至把这个战争称为反煤炭战争 这已经结束了 共和党国会已经帮助川普 废除了大量的条例 再加上对税改的憧憬 已经提振了经济 但这还不够 经济暂时可能会以3%的速度增长 但想要保持的话 我们确实需要这个企业税的改革 刚才我们谈到这次税制改革 包括了个人税的改革 以及企业税的改革 我们先谈一谈企业税的部分 总的来说 这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也就是说 你想要做的是制定鼓励人们投资 和增加美国商品供应的企业税改革 这些被称为通过减税而刺激生产和投资 你希望体制奖励那些冒险投资 供应商品的人 企业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的作用是降低税率 并取消免税 使人们可以专注于赚钱和做商业决策 而不是看缴税做决定 我到今年12月份已经做了30年的小企业律师 每当有人来购买一个企业或出售一个企业或开创一个企业 我首先会问他们谁是你的会计师 我们必须设计出方案 确保你无论做什么都交最少的税 这不是一个管理国家的好方法 更不用说管理企业 企业税改革的目标是缩减企业税收 并且强调良好的商业行为 而不是制定像39.5%那样高的税率 然后没有企业愿意缴税 你可能听说过实际税率这个名词 它是低于39.5%的 那么这是你承认你的税法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人们不支付 为什么你设置39.5%呢 所以你想要的是一个降低税率 并鼓励人们冒险投资的系统 这就是供应方减税 公司税法贷款再加上这次税改下 12%左右的资金回笼 都将提供巨大的短期和长期刺激 并将真正推动经济 税率减到20% 这会鼓励美国公司回到美国吗 是的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丧失了 这么多的工作职位的原因之一 它主要来讲有四个原因 95%的消费者在美国之外 所以美国人去海外办企业 还有劳动力的差距 中国的普通工人 比美国的普通工人转得少 这两件事情是不会一夜之间改变的 95%的消费者仍将在国外 而且无论是墨西哥 威地马拉还是中国 美国的劳动力价钱都将略高 但这并不意味着 美国人应该允许我们的政府 在法规和税收方面 继续做对我们企业不利的事 降低税率从而减少美国企业花费 以至于能够将资金带回我国 这种努力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说在未来的十年里 可能会有三万亿 甚至四万亿美元的回报 这相当于美国三分之一的经济 可能比这稍微低一点 单单这一点都会是一个巨大的 巨大的经济刺激 如果他们没做别的 只是说从现在起 你可以把12%的资金带回美国 那美国的经济就会起来 他们肯定会这么做 把企业税率下调到20% 鼓励人们不再把钱花在会计师身上 而是花在扩大业务上 这也叫做供应方减税 因为它鼓励人们去冒险 从而为经济圈提供更多的商品 减税将如何影响到华人的小企业主呢 这在两个不同的方面 可以说是非常有益的 一方面涉及税率减少 他们正在谈论 无论是独自企业 还是S类小型企业 还是有限责任公司 如果他们符合某些条件 允许其税率为25%或30% 而不是35% 这对于小企业主来说非常有利 因为这很大幅度的减税 但它也允许高达500万美元的即时花销 如果你需要购买一台新的复印机 事实上在我的办公室 我们刚从复印机修理工那得到消息 我们需要一台新的复印机 这些东西的价格都在700到25000美元之间 如果允许我们明年全部支出这笔花费 我们很可能去购买而不是租赁 因为从节税的角度来看 这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奖励 两件事情对小型企业非常有利 允许对独资企业和S型企业的税率 降低到25%或30% 而且允许即时花销 这将大大推动全国的小企业 事实上也包含一些大型企业 因为500万美元的花费 对全国的企业来讲都可能是巨大的 对于希望开办餐厅或其他业务的 潜在的小企业主来说 这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他们购买设备和其他东西的花费支出 将会被允许 那好在下一节的节目中呢 我们会去探讨个人税的这部分的税改计划 我们稍时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那在上一节的节目中呢 我们探讨了这个企业税的这部分税改的政策 那这一节呢我们会去探讨个人税的税改政策 刚刚我们分析了企业税改的部分 他们将会得到很大幅度的减税 那么这会如何影响个人税部分呢 目前的这个税改法案更加重视企业税制改革 因为这是很久之前就应该改变的 这次税改对个人的影响相对较小 它有一个界限 个人年收入20万美元 已婚夫妇26万美元 如果你低于这个水平 那么根据这次税改法案 你可能会比现在少缴税可能就是一点 年收入在这个水平之上 你要缴的税基本不便 稍微少一点 如果你是一个小企业主 少缴的税更多 目的是鼓励个人去做生意 当你看这个税改时 我们称之为供求双方消减 供应方消减 意思是降低公司税率 鼓励个人承担风险去投资 使供应产品增加 需求方消减是立即减少个人税率 使他们在税后剩下更多的钱 拿这些钱去消费 创造更多的需求 这是针对20万美元以下年收入的 需求方消减 以及公司的供应方消减 所以这些是他们制定这个税改法案的 基本路线 刚刚我们谈到了企业税的减免 那企业税减少了 他们也把工厂搬回到美国 那美国民众如何从中受益呢 当企业税减少 工厂会牵时 钱会回到美国公司 公司可以用钱做的事情非常有限的 他们可以花掉 也可以投资 也可以捐给慈善机构 支出方面 如果一个公司有钱了 为什么会花在员工公司上 有人说不会去工资呢 他绝对会去工资 只是取决于谁的工资 和什么时候 所以假设你有一个 像联邦快递一样大的公司 如果目前的法案通过 他们将购买100多架飞机 联邦快递公司员工的工资 不会立刻就提高 但是波音公司需要雇佣一大批人 来制造这些飞机 满足这100架飞机的生产需求 这就是工资取的地方 一旦签了订单 波音就要赶快干活了 如果你是一个小企业主 你的建筑物需要一个新的屋顶 你不会马上把这笔钱投入工资 但是你雇佣一个屋顶工人 你要买这个屋顶 那么屋顶工人必须加紧工作 考虑到企业可以用钱做的所有事情 他们只能用钱做一件坏事 那就是把它烧掉 把它从系统中拿出来 或者把它埋在地下 但没有人这样做 如果他们花钱买东西 这有助于经济 如果他们投资的话 就说在内部做研究和开发 他们需要雇佣新人 或者支付员工的工资 或者如果他们把钱放在银行里 会发生什么 银行不会把钱留着 银行会把钱借出去 有人就可以得到房屋贷款 或者做其他的一些业务 所以当一家企业赚了钱 这笔钱迟早会落入其他公司的手中 通过支出或投资这种性质的花费 这就要求那些公司 要么雇人 要么付给现有的员工 私人企业规模越大 业务越多 工资就上涨越多 经济也增长越多 由于经济停滞 工资就停滞不前 随着经济的发展 现有企业将会争夺现有的员工 竞争越大 工资越高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蓬勃发展的经济 当公司赚钱时 他们在某个时候会花出去 无论是屋定工人还是分红 我有钱了 我可以买一辆汽车 一套新衣服 哪怕只是理个发 这也意味着理发师可以拿到钱 公司不会赚了钱 什么都不做 他们会推动经济 一直是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 你想要一个大幅度的减税计划 所以美国人可以重新投资自己 而不是把它送到国税局去 这样就产生了连锁效应 是的 绝对是这样 有一个贬义词叫捐低效应 也叫利益均战论 这种说法用在这里是很可笑的 因为企业不能吃掉这些钱 也不会烧它 它必须去某个地方 他们会雇佣员工 小企业的税率削减 将最终导致小企业的扩张 不是每一个企业 每年都需要雇佣新人 如果你的办公室 最需要的是两台新复印机 聘请一个人手工复印是不行的 那么复印机商家将会受益 他们的员工将从中受益 工资赚钱后 工资是否会涨 从来都不是问题 只是谁的工资会涨的问题 卖给那些公司东西的人 建新房子的人 总是会带来更多的商业活动 这意味着更多的工作 更多的工作意味着更多的薪水 好的 好的 我听到一个有意思的讨论 因为湾区的房市非常非常的火热 这是税改会影响湾区的房市吗 会如何影响 是会影响 如果最后的法案做出一个规定 取消第二套住房的按揭利息减免 或减少你的第一个房子的利息减免额度 这会使房屋购买的好处更少 几年来 几十年来美国的税法 在自己人们购买房屋 在过去的八年中 我们却在过去几十年中 拥有最低的房屋拥有率 这是经济疲软所带来的 这不是税法改变造成的 税法基本没有变化 但是新房购买量下降了 因为人们没有足够的工作 收入也没有增加 这对整个美国的经济造成了伤害 他们现在认为 我们不应该再补贴购房 我们应该集中精力扩大经济 长期来讲 这实际上是正确的事情 如果你可以给人们真正的增加收入 他们会买房子的 就这个数字而言 绝大多数美国人 不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因为美国 绝大多数的房子的贷款 不会超过50万美元以上 这意味着我们正在谈论 一个60万美元的房子 因为你通常会付20%的首付 所以说有可能给湾区的房地产市场降温 但是我们在加州出现这种房价过高的最大原因之一 是缺乏住房的供应 如果你想解决的话 答案并不是在购买房屋时创造更大的税收减免 答案是增加房屋的数量 州政府在这方面却设置了许多障碍 那在下一节的节目中呢 我们会继续探讨在这场税改中 究竟谁是受益者 那谁又是从中不能够得到真正实惠的 我们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 好的 欢迎回来 那么在这一节的节目中呢 我们会继续探讨在这场税改中 谁是胜出者 那谁又是相对来说的失败者呢 So Tom I heard about some media talking about Tom 我听一些媒体说呢 某些中产阶级的税率反而会上涨 为什么会这样呢 对 一些家庭是可能上涨的 坦白说我不同意这一部分 共和党更多地关注中低收入阶层 或者年收入20万以下的阶层 而不是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 这是需求的部分 把钱放在人民手里 他们便会马上花掉 从而创造需求 这也不一定是坏事 但是你想要一个平衡的法案 而不是一个片面的法案 我们以前说过45%的美国人都没有缴税 你不能给完全不交联邦税的人减税吧 所以有可能我想法案通过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是平衡的 那么在您看来 这次税改谁是最大的赢家呢 现在的税法下 中产阶级和穷人是输家 因为当经济增长少于20% 那就不能够创造足够的工作 更别说提高收入的工作了 在过去的八年里 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失败企业多于初创企业 这是个可怕的信号 这说明大家都不敢冒险 创造新的工作机会 这个法案会改变这个情况 在一个增长的经济下 最大的赢家是穷人 经济停滞期 穷人无法得到梯子 也就不能爬上梯子 所以最大的赢家是穷人和中产阶级 因为他们需要繁荣的经济 推动他们前进 现在在一个严格的法律基础上 当然美国企业会从中受益 这是好事 因为美国企业就是雇佣者 付工资的人 而且美国企业 已经在上个执政系统中 变得过足不前 已经有好几十年了 他们通过的法规和税法 使美国受到了伤害 使很多工作转移到外国 他们把这个叫做外包 那现在就是内包的时候了 你有一个有竞争力的税法 那工作和钱都会留在国内 那对全美国都好 国会议员也表示说 税改之后 民众可以通过民意芯片做退税 您能否解释一下 这就是说简单话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 报税太难了 我不想自己报税 我做了二十多年的小生意 我把我的所有信息 交给别人帮我做 我相信他们能帮我做得很好 理想从中解脱出来 那对大部分人来说 没有自己的生意 最好能够自己报税 那就不需要花300到600美元 请报税人员 这是一个立竿见影的税改的收益 所以税法越简单越好 越复杂的税法 就意味着更高的税率 富人也可以找到更多的减税方法 我们不要这个 我们想要一个简单的税法 这样的话 当人们在做商业决策的时候 就可以说 我想买那个公司 理由是什么什么 而不是说 我想省税 让我想想办法 这是复杂税法下的情况 还有很长的路 才能改善这个状况 但应该是有办法来推动的 我推测这次税改能起到好作用 然后我们能够有下一轮的改革 使经济更加繁荣 人们讨论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遗产税的问题 我反对征收遗产税 绝大多数人并不是超级富豪 而他们中很多人却受此影响 他们的父母已经缴过税了 他们继承了这些税后财产 再把它乘传给下一代 我不认为这种征税 政府甚至拿走人民的财产 是理所应当的 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大约占税收的1% 我们应该集中精力 发展经济 而不是没收死者的财产 只有税务人员 会觉得拿死者的钱是件好事 我们应该让他们安息 而不是去敲打他们的坟墓 那么就像刚才您说的 也许最大的输家将会是会计师 这样说对吗 是的 税收简化导致对税务律师 和税务会计师的需求减少 对商人的需求增降 这一直是一件好事 那我们已经谈了这么多 您认为这次税改之后 对美国的经济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历史上我们有过四次重大税改 每一次倾向于大政府的反对者们都会说 不要减税 这会花掉政府的钱 而且对谁都没有好处 这就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六十年代 八十年代 以及2005年之后所发生的 每次都发生在经济疲软 或者本可以更繁荣的情况下 每次他们都说不要减税 否则联邦财政收入会减少 然而他们全都说错了 实际上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 经济大繁荣 1923年经济增长达到了11.4% 那真的是很高很高的了 是的 经济大繁荣可能再次出现 我很有信心 如果像这样一个税改法案能够通过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经济的飞摇 经济增长将会连续几个季度超过5% 然后稳定下来 如果连着这条路走下去 联邦财政收入的增长会比他们说的还要快 就像里根时代 人们忘了里根总统 1981年和1986年的税改法案 从中你会找到税改的动力 增加财政收入 使美国变得更好 所以我认为如果税改通过 那么万事大吉 如果不通过呢 政治上来说 共和党要为此买单 但民主党会伤害美国甚至全世界 因为其他国家需要一个经济繁荣的美国 来促进他们的经济发展 不管是尼日利亚还是中国 好的 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税改什么时候会通过 您的预期是什么 我想年底它会通过的 共和党需要这个税改 尤其是在这个月初的选举之后 他们需要将税改 作为一项主要的政绩来宣布 所以我想他们会积极推动此事 谢谢 Tom